反觀不喜歡台灣菜的前五名則是來自沙烏地阿拉伯 瑞典、丹麥、羅威及義大利 此外,這項調查還探討了各國對於外來食物的接受程度 台灣人在這方面表現出色 排名全球第四,僅次於菲律賓人、新加坡人和澳洲人 台灣的美食在全球有著極高的聲譽 但在一項國際調查中,台灣菜的排名令人意外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隆卿分享了這份2018年的調查結果 顯示台灣料理在全球受歡迎度排名第17 人落後於其他亞洲鄰國如中國、日本和泰國 甚至低於英國,或者常被認為美食表現平平 調查結果顯示,最受歡迎的五大料理為意大利菜 中國菜、日本菜、泰國菜及法國菜 而相對的最不受歡迎的料理則包括壁魯菜 芬蘭菜、沙烏地阿拉伯菜、菲律賓菜及挪威菜 沈隆親進一步說明 台灣菜受歡迎度的低排名可能令許多人感到驚訝 尤其是在台灣人、香港人、新加坡人、菲律賓人及日本人中 台灣菜卻有不錯的評價 反觀不喜歡台灣菜的前五名則是來自沙烏地阿拉伯 瑞典、丹麥、挪威及意大利 此外,這項調查還探討了各國對於外來食物的接受程度 台灣人在這方面表現出色 排名全球第四,僅次於菲律賓人、新加坡人和澳洲人 這篇發表在臉書上的貼文引發了網友熱烈討論 許多人質疑這項調查的準確性和可信度 尤其是對於台灣菜排在英國菜之後的結果表示難以置信 有L認為,大多數受訪者可能從會親自嘗試過台灣菜 而是基於其知名度做出評價 另外,也有人指出,台灣菜之所以可能排名較低 可能與當地的用餐環境和餐具較為簡博有關 大家對於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討論哟 感謝收看Main News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另一位台南民眾則用更尖銳的詞語 對外地遊客提出質問 一堆店都被觀光客搞砸了 然後搞砸完才在那抱怨難吃 你們都不要來就不會難吃了 身為美食之都的台南 一直以來以其特有的鄉土美味吸引大批的觀光人潮 然而,近日有網友在PTT發表文章 指出自己十年前與現今在台南的美食體驗有了驚人的落差 這篇貼文引發熱烈的網路討論 也使得台南的美食地位面臨到質疑 根據該名網友的發文 他十年前第一次造訪台南 對於蒜頭豬腳、卤面、壽司、虱目魚等特色美食 留下了深刻的美味印象 然而,他去年再度造訪台南 卻發現記憶中的美味已經變得相對普通 甚至在他的言辭中透露出了對台南美食的失望 他在貼文中問道 我不知道是我的味覺變了 還是台南的食物真的變普通了 此篇貼文很快引起了許多網友的共鳴 他們也指出隨著觀光客的增多 許多知名的店家的味道都有了變化 有些甚至大打折扣 一名網友更是憤慨地表示 以前最愛一間肉圓店 上次回去看新的老闆在那邊滑手機 肉圓味道一塌糊塗 然而,也有一部分的網友質疑 這樣的評價是否公平 他們提出十年只吃一次 能夠準確地評估味道的變化嗎? 也有人認為 或許是該名網友經過這些年 吃過的美食變多 味覺變得更加挑剔 另一方面 這篇貼文也引起許多台南當地人的不滿 他們認為 許多美食店家的味道變差 都是因為被觀光客搞砸 他們感到不解 為何有人願意花時間排隊等待 卻又要抱怨味道不如以前 一名當地人直接表示 真的不要再來台南了 愛排隊又愛嫌是怎樣? 另一位台南民眾則用更尖銳的詞語 對外地遊客提出質問 一堆店都被觀光客搞砸了 然後搞砸完才在那抱怨難吃 你們都不要來就不會難吃了啊 許多PTT上的網友看到新聞後也表示 觀光客不去 台南GDP會跌倒 比蘭嶼還低吧 台南人吹老半天 結果米其林沒半肩 只能自害辦自己的 台北房價變高 是不是南部宰害的? 台南也太容易生氣 南部人連單單都能跑 你對他們味覺有啥期待感的? 隨便弄弄也一堆人排 自然就越來越差了 大家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討論 感謝收看 Linnews每天給你最新最好的要新聞報道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台灣過去一直主打夜市和美食的旅遊形象 但這種形象或許已無法滿足現代日本旅客的需求 黃正聰建議 台灣需要建立新的旅遊品牌形象 台灣國境開放後的觀光經濟顯示了令人擔憂的現象 觀光逆差持續擴大 尤其與日本的逆差更是明顯 據觀光署統計 今年截至8月 國人赴日旅遊的人數與日本遊客來台的差距達到驚人的5倍 觀光逆差不僅與疫情有關 更有其他經濟 政策、消費和市場選擇等多重因素 日本旅遊市場向來是我國觀光業的主力 然而目前的情況卻大大受挫 不同於外界認為的因日幣貶值與日本推動國旅政策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副教授黃正聰認為 我國因深入探討背後真正的原因 黃正聰分析 除了貨幣價值的波動 機票價格也是造成觀光逆差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後台灣到日本的機票價格上升了70% 同時航班作為供不應求 旅客的選擇範圍大大縮小 相對的日本到其他地區 如韓國和東南亞國家的航班價格較為穩定 當地的消費水平也相對較低 使得日本旅客選擇覆蓋等地旅遊更具吸引力 台灣過去一直主打夜市和美食的旅遊形象 但這種形象或許已無法滿足現代日本旅客的需求 黃正聰建議台灣需要建立新的旅遊品牌形象 但想要恢復到疫情前的觀光業狀態恐怕不容易 回顧2019年 我國與日本的觀光交流可謂是黃金時期 當時我國赴日旅遊的人數與日本遊客來台的差距只有2.57倍 但在短短幾年間 這一差距擴大到5倍 這樣的轉變無疑對台灣的觀光業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隨著疫情逐步平息 各國恢復旅遊交流成為趨勢 然而台灣與其主要的觀光市場日本之間的觀光逆差 卻呈現出愈發擴大的趨勢 未來如何逆轉這一趨勢挽回過去的榮光 將是我國觀光業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大家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討論唷 感謝收看Linux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到問及日本朋友會想再次來台灣旅遊嗎 答案竟然是 考慮到台灣的價格可能選擇留在日本旅遊 這讓與江夫婦非常驚訝 尤其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台灣經常被誉為是一個物價合理 旅遊友友善的地方 近期隨著疫情的趨緩 許多台灣民眾如是重負 紛紛選擇日本作為出國的首選目的地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 來台灣的日本遊客數量卻出現明顯下滑 其中一個話題更是讓台灣網友議論紛紛 為什麼日本人認為台灣不夠好玩 與江夫婦是一對旅居日本的台灣作家 他們近期在臉書上分享了一些與日本朋友的對話內容 試圖探選這個問題的答案 到問及日本朋友會想再次來台灣旅遊嗎 答案竟然是 考慮到台灣的價格可能選擇留在日本旅遊 這讓與江夫婦非常驚訝 尤其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台灣經常被誉為是一個物價合理 旅遊友善的地方 與江夫婦進一步分享了更多的日本評價 有些評價是中立甚至略帶負面的 例如台灣的交通比較危險 遇到的蟑螂比較大隻或感覺像是在日本鄉下遊玩 當然也有正面的評論 如台灣的小籠包和芒果包冰非常美味 火鍋味道絕佳 甚至有人認為台灣比日本好玩三倍 另一方面 與江夫婦詢問公司的同事們對於台灣的旅遊印象 發現他們許多人在台灣的里程中不幸遇到了下雨天氣 一位同事說 其實不管哪裡 下雨都會影響旅遊的心情 但台灣下雨時 水溝的味道真的讓人難以接受 雖然有些人因為天氣因素而沒有玩得很開心 但還是對台灣保持著在訪的期望 但另一位同事的觀點讓人更加反思 我不太可能再來台灣 因為還有很多國家想去 而且 我感覺在台灣旅遊的花費跟在日本差不多 所以可能選擇其他地方 與江夫婦在聽完後表示 真的沒想到 台灣的物價讓即使是日本朋友都感到壓力 回台灣的話 看來我也要重新調整預期了 網友們對此議題也有著激烈的反應 許多人認為台灣的旅遊價格確實不便宜 住宿費用真的有點高 有網友甚至直言 花同樣的錢 我宁願選擇去日本 因為交通方便且住宿相對更有價值 此外 還有網友指出 近年來日幣的貶值可能也影響了日本遊客來台的意願 總的來說 這一話題再次提醒了我們 尽管台灣有著許多獨特的魅力和文化 但在國際旅遊市場上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和策略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動作者